所有能量都无 第1589集 峰回路转 随即楚阳的身子 一下子变成一个点 变成一个天地间 所有气息围绕的点 天地之间 方圆树里的所有能量 都无声无息的向着这里移动 这种移动 没有半点声息 没有半点形态 没有任何诡计 却是疯狂至极 随着楚阳的吸收 这片天地渐渐陷入一种 能量真空状态 随后这片真空 又开始撕扯着更远处的力量 填充进来 填充真空 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发生 进行 或许有大能者 能够觉察出这片空间的异常 但是随着远方气息补充过来 这片空间又渐渐地恢复原样 让人在惊疑之后 却只能够凯然长探 无法查询 没人知道 在这片空间中 空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断流失 不断地消失 所有人都知道空气是好东西 但可惜的是 在这个九中天阙 却不会有人知道 在这空气中具体包含有什么 到底它是由什么所构成的 他们对空气的唯一评价方式 那就只是 这片地域 天地元气 是否精准 却没人知道 所谓的天地元气 究竟是由什么组成 随着许多不同种类的力量 蜂拥进入 楚阳的身体里 也在点滴地发生变化 一些闪光的力量 进入金之丹田 化作金之力 有些绿色的力量 进入木之丹田 那是木之力 还有些红色力量 进入火之丹田 自然就是所谓的火之力 还有许多不同的力量 也自不断的涌入 纷纷进入到各自类别的丹田 有条不稳 绵绵不绝 楚阳的九个丹田 在同一时间 以惊吞海溪一样的方式 从这片天地中 疯狂的抽取无穷能量 转化为己身修为 看上去完全一体的天地灵力 在进入楚阳身体的同时 却紧紧有条 各自分开 楚阳在静静地练功 在这个过程中 严如山用丝杆查看了好几次 每次都看到楚阳 扔在持续地练功中 叹息一声就退了回去 并不打搅他 只要是了解楚阳现今状况的 任何人都知道 楚阳现在的心情 肯定是难以言语地糟糕 此时此刻 还是让他一个人静一会儿吧 现在的他 分明就是因为接受不了这种沉重的打击 在自己做最后的努力 最后尝试 又或者是赌气一般拼命地努力练功 但是等到他自己知道事不可为的时候 或者就会 只要有那么一点希望 任何一根有可能救命的稻草 就不会放弃 人性如此 莫不如是 言如山和猫妮妮相对叹息 跟一般人比起来 楚阳的表现 其实已经坚强的太多太多 倘若换个人遇到这种打击 会不会再有提气练功的勇气 还真在两可之间 甚至就算当场自杀 也不算多稀奇的事情 这修为本就是舞者最大执念所在 一旦前路渺茫 生出厌世之心 不足为怪 这种绝望 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得了的 尤其是像楚阳这种心高气傲之人 他还在练功 猫妮妮的眼中充满担心 还在练啊 努力尝试不肯放弃 有恒心是好事 但此时此刻 懂得放下才是正理啊 严如山叹了口气 哎 我这可怜的兄弟 猫妮妮眼圈一红 放下 道理人人都会讲 但真正的事情临身 你真的可以那么潇洒吗 可是 楚阳此刻的心情 与两人所猜测的 竟是刚好相反 他的努力修炼 并非心有不甘 而是正值心旷神怡 不能自拔 现在的楚阳 正在充满激动 充满不可置信 还有一种 难以名状的疑惑 九重天神宫 在体内 活泼泼的自主运行 从之前到此刻 已经足足数百个周天过去 这要放在以前 那楚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现在 却轻易的做到 而且不仅如此 楚阳竟然清晰的看到 九个丹田中 所有的灵力数量 都在缓慢 微弱的增加 虽然这种增加 慢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毕竟是在增加 楚阳的疑惑 也正在这里 自己已经确定 是九重丹田 修行速度 应该是慢得要死 可现在 自己貌似一点都不慢 反而快得很啊 这里有一点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管是什么修炼法门 绝不会出现这种速度 肉眼看得见的增加 所有的修炼 无论何种神功 玄功 上乘 最上乘的功法 骨子里头 都是水墨功夫 绝对没有速成之法 尤其是到了一定地步之后 更加如此 或许在修炼三五年之后 有一天突然发现 哎 自己到了某种地步了 所以 绝不会在修炼一天 甚至还不到一天的时候 就能感觉出来 哎 自己进步了 进步得好快啊 这种说法绝对是扯淡 传说中都没有 可是现在 就是这种绝对扯淡的事情 竟真的出现在楚阳身上 楚阳分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 就是在增加 而且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那种 九个丹田 无不如此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dxp8.com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的修炼资质不是最垃圾体质吗 怎么会有这种进度 楚阳彻底糊涂 按照猫腻腻和剑灵的说法 自己的体质属于再无前途的那种 修行进度纵然不至于永无进步 起码也应该是缓慢到极点 可是当前的情况怎么会截然相反呢 自己分明感觉到自己有异常明显的进步啊 垃圾体质 天才进步 楚阳满眼困惑 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说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错觉 因为太着急了 出现错觉了 实在是因为 颜喵两人给出的断言太过笃定 此刻楚阳不敢否认这个可能 于是乎 楚阳开始牢牢记住 丹田周围的情况 然后他闭上眼睛 全力运起九中天神功 这次他没有睁开眼睛刻意的观察 也没有内视 只是一门心思 误我两望全心运功 直到他觉得自己的精神 已经疲累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 这才停下来 随后在第一时间展开内视 然后他就突然惊叫了一声 我靠 真增加了 虽然还是增加的很少很少 即便不能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至多也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但是要知道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完全忽略不计 这其中的差别 可是天与地的差别 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尤其是在练功这方面 任何一点一滴一丝一毫的增长 那都是难能可贵的 纵然只是九牛一毛的增长 仍旧是可观的进步 一时间 楚阳不禁有些茫然 相信就算九重天阙 最最天才的体质 也未必会在修炼的时候 出现如此增长吧 肉眼可见的明显增长 要是丹田的满职士五百的话 那么现在经过刚才那段时间练功 自己已经填充了 大概五百分之一进去了 再怎么天才的体质 只要不是借助于天才地宝等外力提升 相信也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练功速度 最垃圾的体质 却拥有比最天才的体质 还要更快的修炼速度 这还能叫垃圾吗 如果这还叫垃圾 那些天才体质又该如何明知 超级垃圾 无敌垃圾 神仙垃圾 楚阳思索地抬起头 望向窗外 不知何时窗外已经是繁星点点 看看星辰 约莫差不多有三惊天时分 自己开始练功的时候 大抵是上午烈日当空 此时此刻 整个练功时间差不多就是 半天半夜 半天半夜就有了这样的成就 楚阳心急火了 将剑灵呼唤出来 快帮我看看 这怎么回事啊 剑灵一头雾水 什么怎么回事啊 楚阳瞪着眼睛看着他 张了张嘴巴 又闭上 然后又张张嘴 终于脸上静暖一下 多少有点不确定的说道 你自己看看我的丹田 就知道我想问你什么了 剑灵满脸疑惑 开始探视楚阳丹田 一看之下 不由得猛地惊叫一声 一张脸完全扭曲起来 啊 我看到什么了 这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我说 您这怎么回事啊 作为对楚阳最为了解之人 剑灵是清清楚楚的知道 楚阳刚才的状况 但是自己叹了几口气 出了会儿神的功夫 居然增加了修为 而且是如此极端垃圾的体质 这个 剑灵呆滞地抬起头来 看着楚阳嘴外掩斜 我说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楚阳哭笑不得 这不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吗 你咋还问上我了呢 剑主大人 你 你 剑灵语无伦次 您服用了天才地宝啊 那玩意儿 虽然能助长修为 但始终不是质本良方啊 不过饮阵止渴而已 就算您前路渺茫 也不能犯那种根本性的错误啊 楚阳皱皱眉头 有点不高兴 剑灵啊 你瞎琢磨什么呢 我是那种不分轻重的人吗 我怎么就使用了 天才地宝了 这是我自个儿辛苦修炼 得来的成果好不好啊 我请教你一下 有什么样的天才地宝 可以一次性提升九种能量 可以一次性的填充九个丹田啊 你也不用给我找出来 你只要说出个名字就可以 你能吗你啊 剑灵彻底无语 貌似还真没有那种天才地宝 至少剑灵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也就更加害意 既然没有天才地宝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能真实练功练出来的 可能吗 不可能吧 肯定不可能 可是眼前的结果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从刚才咱们俩谈话结束之后 我就一直在练功 直到刚才才结束 随后我就发现 我的体质跟你说的不太一样啊 剑灵张张嘴巴 已经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不太一样 岂止是不太一样 那根本就是太不一样了 我说 你看我这究竟是不是垃圾体质啊 楚阳缓缓说道 要是的话 我的修行进度怎么会这么快呢 要不是 那我这到底是什么体质啊 剑灵愣愣愣愣地退回了九节空间 面对楚阳的问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貌似也真是无法回答 他只能用一种惊骇到快崩溃的心情 沉默下去 回到九节空间之后 心情还是无法彻底平静 就是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种体质就理论上讲 肯定就是最垃圾的体质 但是为什么修炼结果 却是相反的呢 难道这种体质 其实是上家体质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1589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非常的质